那我请教商谱大哥 你怎么观察新平这几天在央视上的 玲珑忍的大片 这套大片呢可以说是 楚心鸡肋拍了一个这样的大片 那也看得到顺利军也在1月13号被起诉 也是完全时间上能够结合 我觉得说这个大片揭露了政法 医疗金融大概16个不同的个案 目的是怎么样 就是掩盖一个经济上的不行 因为大家知道说 中国的经济已经一成不起了 那这个时候他唯一的方式是转移焦点 然后打虎 就用出他十八大以来的那个打虎的力道 继续的打下去 那这个看起来顺利军是一个 第一个被强棒触及的人 那这个顺利军基本上 你看得到2020年的4月已经被捕 那去年的9月30号已经被开除 双开 那那个时候说的是大搞团团火火 拉帮结派形成第一集团 他是谁 以前的公安部的原副部长 那今年的话 1月13号就完全被起诉 罪名就很奇怪 除了那个受贿之外 还有操纵资本市场 还有非法持有枪支 这是非常特殊的 那老虎初上嘛 刚刚讲过 老虎初上就顺利军 他的表态有两个层面的意义 一个是海鲜盒 就是说我给你送点小海鲜 那个时候江苏的一个叫做政法委书记王立克送给他 他30万美金 30万美金这样送 总共送了9000万的人民币 那这个地方是贪腐的过程 还有15年的规划刚刚讲过了 第二个地方是团团火火 其实这一整个片段有个重要的话 大家不要miss掉 刘新云 龚道安 是两个顺利军提拔的人 他把这五人帮框起来 江苏的王立科 上海的龚道安 重庆的邓徽林 三系的刘新云 还有后面有一个是傅政华 就是前司法部长 刚刚四个就是公安的一把手 那这些人基本上都框起来是说什么 其中龚道安跟那个刘新云 多次违规向顺利军提供重要的网络舆情 案件办理情况 而这些多数是顺利军无权知道的 顺利军是私藏私放大量的涉密材料 对抗组织审查 用上了公安侦查的手段来对抗 华言之就说他密谋搞政变 那这个情况 用把它盖上来的话 这个就好玩了 如果这样的话 政法系统里面有多少的人 都是私藏私放大量的涉密材料 这个等于说习近平这个永远是睡不着觉的原因嘛 因为很多人掌握他的原因是把这一个他的电话 把他的所有的通讯能够接收的人 顺利军是一个 整个系统以前打垮的是周永康 另外还有孟建柱 孟建柱已经退休了 74岁 前中共的政法委书记 那之后还有 现在还在位的 包括什么 郭升坤 还有赵克志 公安部部长 还有一个习近平 现在已经重用他来扫平一切的人 就是王小红 他是现在是公安部的副部长 但可以肯定 他也会站上一层楼 那赵克志 郭升坤 甚至是已经退休的 孟建柱 会不会一个月被歼灭 绝对有可能 因为在1月14号 人民日报的头版是 窑洞之温的答卷人 他里面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打虎拍营 就是我们第二集的内容 这个片林荣任第二集内容 就是打虎拍营 哪管行不上大夫 就行不上大夫是绝对不能够 讲说因为你位阶权 位高权重 比方说你副国籍 正国籍就不打下去 所以未来 这个地方会影像深入 好戏还在后头 清除一己 巩固大权 是未来20大前的重头戏 所以虎年到了 习近平20大 今天是打第一只老虎 往后还有很多老虎 等着被打 我们稍后回来 也认为 放选